哈喽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接下来把书翻到197页 197页我们看一下金融资产的分类 来数星星 这可是三颗星了 各位金融资产分类要求你百分之百的掌握 并且要会说明理由 金融资产分类 考试要考你的分哪一类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三类 它到底是第一类第二类还是第三类 为什么是第二类 怎么是第一类 什么情况是第三类 给我说一说吧 所以各位同学 对于金融资产的分类要求你要掌握 好不好 所以是三颗星 我们要谈分类必须得有标准 你比如说把人分成高和矮 那你有个标准呢 是不是 比如说一米七级以上的算高 一米七以下的算矮 那你就知道了 刘老师一米八六点五 这是高的 对吧 分胖和瘦也得呀 比如说一百六十斤以上的是胖 一百六十斤以下的是瘦 所以那刘老师就是瘦 分这个年龄 什么婴儿 幼儿 少儿 青年 中年 老年 那刘老师应该是少年 所以你会发现有不同的分类标准 它可以对于人 这一个人就是一个物 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对吧 那么我们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呢 也可以分 按什么分呢 来看好了 第一个是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第二个是金融资产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 我们现在对于金融资产分类 是两个标准 同时进行分类 再说一个 再说一遍 其应当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 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 那说咋分呢 分三类 第一类叫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叫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三类叫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各位 这叫金融资产的三分类 如果你有点基础 说第一个叫债权投资 第二个叫其他债权投资 或其他权工具投资 第三个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谁要是这么说 你就鲁班面前耍大刀 官公面前耍大刀 是吧 你不要跟那班门弄斧 我们学猪快的同学 跟初级和中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谈金融资产的分类 必须给我这么说 三类 以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好 对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不得随意变更 请问 请问 能变吗 能 但是是你想变就变吗 不是 得有特定条件 啥条件呢 除非你企业改变了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来回过头来 你看 我对于金融资产分类 它的标准是什么 一 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二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我改变了业务模式 那么满足条件 我是可以重分类的 那这里他可没有说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不着急 不着急 接下来呢 请把书往后翻 翻到200页 各位同学 请把你们的书往后翻 翻到200页 我们看到一个叫金融资产分类决策数 这棵美丽的大树 在我这就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对于金融资产呢 它的分类 你要通过这个决策数 你就能把它分清楚 这个决策数 我今天一共讲三遍 我一共讲三遍 第一遍先认识它 第二遍了解它 第三遍爱上它 所以你现在是第一遍先认识它 有没有必要细枝末节的 两个人处男女朋友 介绍刚见面 你家里那个存款有多少钱 你有几个房 你有几道车 你赚多少钱 你能上来就问人家吗 所以先认识它 明白了吧 别跟我俩废话 说老师这是为什么 你上来就问我家里有多少钱呢 你上来就问我父母退休物资啊 不能的 咱先认识它 明白了吧 所以认识它 了解它 爱上它 要经过这么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好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的这项金融资产 是衍生工具投资 比如说你买的什么 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这些东西是不是衍生工具投资啊 好了 别想了 直接第三类 直接就是第三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起及 变动进入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不用想 它就是第三类 好 再往下 如果你是权益工具投资 各位 什么叫权益工具投资啊 你买形象点啊 你买它的股票了 那 举个例子 假 买乙公司 股票 赞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百分之 你买人家股票了 这就叫权益工具投资 因为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分类为权益了 它是一个权益工具 站在乙公司的角度 它是一个权益工具 所以站在假公司角度 你是一项金融资产 那么这项金融资产 实际上就是权益工具投资 好 如果你是权益工具投资 上来我先问你 你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吗 说啥叫交易目的后边掉 你说是 好 第三类 以供引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的 接融资产 你说我不是 不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好 如果你不是 这个时候准则给你一项权利 啥权利 指定的权利 各位什么叫指定 你回忆回忆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 你回忆回忆 你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班里去选班长 是普选吗 说咱一个人投票吧 不是 老是直接说 来 王小花 你当班长 李大壮 你当副班长 是不是直接指定了 用你选吗 不用你选 所以这个时候准则跟你说 我指定 指定什么 指定从第二类 你指不指 指 好 指的话 他就是以勾引价值计量 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说那我不指定呢 不指定 给脸 不要脸 是吧 直接我上第三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其随意的金融资产 所以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 对于权益工具投资 要么是第二类 要么是第三类 他没有第一类 那说为什么呢 别急 刚见面 刚见面 别问人家有多少钱 别问人家喜欢这个爱好 这都别问 先见面 先看一看 是不是 先看是戴眼皮 双眼皮 长头短头 是不是 戴不戴眼镜 先看这些问题就行了 所以各位同学 来吧 如果是权益工具投资 你是为交易目的而使用的吗 是 好 第三类 不是指定 指不指 指 指就是第二类 不指 不指 那就是第三类 所以对于权益工具投资 要么是第二类 要么是第三类 好了 其实这个说白了 没有啥难度 对吧 都能听得懂 那接下来是债务工具投资 各位 我还得给你画个图 假 买A公司的债券 那么对于 A公司来说 比如说他花了500万 买了A公司债券 对于A公司来说 这是一项债务 对于假公司来说 这是一项金融资产 而这项金融资产 它是什么 它是投资于A公司的债务 他把500分相当于是 买了A公司债券 说白是借钱吧 借给A公司了 而站在A公司的角度 这是一项债务 所以我们对于投资方而言 这叫债务工具投资 明白了吗 这叫债务工具投资 我为什么今年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各位 给后边打铺垫了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权益工具投资 一个是债务工具投资 它为啥叫债务工具呢 就是看被投资方 它到底是做负债了 还是做权益了 如果它那边是做权益了 我这边叫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它那边做负债了 我这边叫债务工具投资 说清楚了吧 说清楚了吧 好 各位 大家都知道 其实当兵 当兵要经过程程筛选 你说 比如说你这个身高1米6 体重180 你当兵人要你吗 肯定不要 为啥 超重 对吧 再比如说 你身高1米8 体重130斤 男生 当兵要吗 也不要 为什么 超零 今年62了 所以你会发现 当兵首先看什么 看年龄 然后看这个身材 是吧 你不能超重吗 然后看视力 看健康情况 这一系列都OK的情况下 你才能去合格的当兵 所以对于债务工具投资 同样如此 债务工具投资 我们也必须经过程程筛选 来看第一个 第一成干什么 你是否能够通过SPPI测试 说老师这是啥东西 不管它 你管它干啥呢 说啥叫SPPI测试 是否满足基本界的安排 你懂啊 说老师啥叫基本界 也在安排 是否是以本金 以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 利息的支付 你懂啊 你看咱都没讲呢 对不对 所以你就记住 我首先做第一成的筛选 你是否能够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呢 说我通过不了 通过不了 你第三类待着去 第三类叫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 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说我通过了 好 接下来通过之后 我要评估你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这里有业务模式一 有业务模式二 还有其他业务模式 那说业务模式一是什么 收取合同现地流量 狭义的理解 收本收息 对吧 你本身你买的在这儿吗 在这儿每年我有利息 到期他要归还我本金 所以是收本收息 好 还有业务模式二 说既持有又出售 啥意思 就是既收本收息 价格高了 我就把它给卖了 价格高了 我就把它给卖了 所以这叫持有和出售 还有一个叫其他业务模式 其实本质上其他业务模式 它就是出售 那说为啥不写出售呢 且听下回分解 好 如果你是评估下来 它是其他业务模式 出售呗 好 那直接就是第三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如果是前两类 收本收息 既收本收息又出售 如果是前两类 我们还有一词 还有什么 是否运用供应价值计量选择权 去减少会计的错配 说老师这是啥东西 各位啥叫错配 假设我今年25 我要找个女朋友 你说我能找86的不 也不是不允许 那不是错配的吗 我得在20到30这段期间 我去找 对吧 如果找个86的 那别找86 86是太大 找个83的 73 84是坎 一年之后我就继承财产了 对吧 一年之后我就继承财产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有一说一 这就是错配 你不能25 你去找个83的 你干啥你继承财产去 所以这是错配 会计上也有这种错配 那具体怎么说错配法 后边再说 先认识啊 你别问人家汽车是排量是2.0的还是3.0 代不代替 先别问 好 用不用 用就是第三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说不用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说 如果你是业务模式1 最后层层筛选筛到以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如果是业务模式2 那就是以供应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图跟书上200页的图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画的漂亮 我比咱们书上画的漂亮一些 各位 这是你第一次见 你第一次见 这里有好多东西我都没讲 对吧 除了衍生工具 除了债务工具投资 除了权益工具投资 这事你知道 剩下这些你都不知道 对吧 这一趴你都不知道 我说了 第一次先认识 第二次再了解 第三次才能爱上他 我让你现在听懂吗 你把那个名给我改了 从你写那个名 讨厌 我让你现在就了解我家里有多少钱吗 我现在让你了解我父母多大年龄吗 先认识 先认识 好 接下来 我们逐一来解决 你看啊 这里首先第一个谈了业务模式 对吧 那我就解释解释 什么叫业务模式 说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是指 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 首先呢 各位 这个业务模式啊 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是一家房企 那你告诉我 我房企的业务模式是什么 那就是买地坚 反正把房对外卖出去呗 对吧 这不就是它业务模式吗 你说我这个房企啊 我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干点别的呢 你比如说 最近这个AI 是吧 Track GDP 比较火 然后百度又出个什么 文心 我总感觉这个文心 是不是叫文心 百度那东西是不是叫文心 百度那是不是叫文心 我感觉它是不是超我的呀 文心呢 是文心 是不是超我的呀 加个利盗加个中不就变成我了吗 是吧 加个利盗就变成我了吗 所以我也搞这个东西 我也去搞这个东西 行不行 行 没人抓你 但是不那么容易 对吧 你一想把业务模式给改了 不那么容易 不那么容易 所以业务模式 你记住 它基本上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好 现在我们谈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那这里说了 就是管理这个金融资产 怎么去产生现金流量 那你想想有什么方式呢 第一个 我拿着呗 对吧 比如说是一个债券 我拿着 拿着干什么 收文 收息 那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因为我跟你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把它说清楚了 你每年 100块钱的利息 到期把5000万的本金 规管给我 这就是合同规定的现金流量 那其实它本质就是收本收息 要么我买债券 比如买国债 我也别等着每年去分点利息去了 国债这个东西呢 比较稳定 是吧 我就看 这国债我花1000万买的 过三天 过两月 它涨到了1080万 我就把它给卖了 涨到1080万 我就把它给卖了 这叫什么 出售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两者兼而有之 啥意思 就反正我现在买了某公司债券 我花1000万 每年收息呢 收60万 然后五年之后 把本还我 那如果现在这个债券呢 它的价格高于1000万了 比如现在这个价格现在达到1300万了 我就直接把它给卖了 我还跟他收什么本 收什么息 我直接卖了卖了之后再去买呗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两者兼有 两者兼有 那么企业呢 在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时 要注意以下这几点问题 首先第一个 说企业应当在金融资产组合层次上 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而不必要单个金融资产逐项业务来进行确定 什么意思 比如说甲 它就是一个工业企业 甲它就是个工业企业 它把产品卖给乙 以没给钱 形成100万的应收账款 那么它的业务模式是啥呢 对于一家工业企业而言 它不就是等着呗 比如说信用期是三月 就等着呗三个月之后 把这个应收账款还给我 这就是它的业务模式 那现在甲又把商品卖给丁 50万也没收到 也是应收账款 也是三个月 我用没有逐一去评估 不用 对吧 对于我这个工业企而言 应收账款它的本质就是 未来收取合同约定的现金流量 所以它是在组合层次上 不用一个一个分析 那类似的 不干别的了 好第二个 所以一个企业可能采用多个业务模式 来管理金融资产 那你看 你比如说 我现在 把东西卖给丙 一共是500万 它的丙呢 我不太放心 然后丙我不太放心 我说你给我打欠条 所以这个时候丙 就给甲公司开具了一张欠条 奖司这叫啥 这叫应收票据 对吧 他拿了商业汇票 这是应收票据 而应收票据 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 我对应收账款 我就跟着等 等三月之后 我把钱收回来 应收票据那不行 这应收票据六个月 是吧 如果是电子 十二个月 我可等不起 事番来了应收票据 我都把它卖出去 贴线 对吧 我多找一行贴线去 你看 就是这一个企业 对应收账款 这是一种业务模式 而对应收票据 又是另外一种业务模式 所以这可以不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 这是第二 第三 说企业应当以 企业的关键管理人员 来决定对金融资产 进行管理的特定目标 为基础 确定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什么意思 我是这家企业的 这个管理层 我现在 这个应收票据也好 应收账款也好 我管理它 我是为了我特定目标 比如说 今天人家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 已经说明白了 我们今年要现金为王 别跟我弄那么多债权 我不要 有没有利润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现金为王 近三年我的目标定好了 现金为王 啥意思 收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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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现金拿现金拿现金 好 这种情况下 我关键管理人员 我可能就会改变 或者我今年 以至未来的这三年 我就把它改了 来了应收账款 我把它卖出去 来了应收票据 我把它贴出去 你看这是什么 关键管理人员 来决定金融资产 进行管理的特定目标 为基础 特定目标是什么 现金为王 我不要那些什么债权 别跟我说那些债权 对吧 都是虚无缥缥的 我现在就要钱 就把钱给我要回来 就OK了 所以这是第三 第四 是企业 业务模式并非是 企业自愿指定 而是一种客观事实 通常呢 可以从企业实现 其经营管理目标 而开展的特定活动中 可以反应 你比如说我们呢 就是正常的工业企业 就是一个工厂 正常的工业企业 那你形成应收账款 你能像人家金融机构 那个银行啊 或啥的 说卖就卖吗 问题是你说卖 谁去买呢 我现在把东西卖给公司了 形成一百万的应收债权 我说我把这一百万应收债权卖出去 你卖出去谁买呢 对吧 它是一种客观事实 你说卖就卖吗 对吧 你说卖都没有市场买你东西 所以它不是说 你想卖就能卖 我想这么做就这么做 它是一种客观事实 最后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不能做梦娶媳妇 也不能自己吓唬自己 企业不得以按照合理预期 不会发生的形成为基础 来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啥意思 我看哪 这三个业务模式 那个第二个挺好 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出售 我看这个挺好 是吧 这个挺好 为啥呢 就是我能拿着就拿着 我不能拿着我就卖了呗 万一那家公司倒闭了呢 万一这个公司破产了 万一地球爆炸了呢 万一哪那么多万一 哪那么多万一 对吧 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说我这个100% 我可能未来收不回来了 我赶紧给他抖了 赶紧给他卖了 票据我赶紧贴下了 各位 不要与预期不会发生的情形 作为基础来指定 或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这个有同学说的非常好 叫被害妄想症 好 这五个呢 适当的听一听 能听明白就可以 我们筑块偶尔考文字题目 可能会在这命题 我说的是偶尔 可能会在这命题 因此每一个 我都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接下来 这里有事 说你当时啊 管理这个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什么 收本收息 就是一直拿着呗 对吧 三个月之后把这钱收回来 或者买某公司的债券 我一直拿着收本收息 但是啊 你实现现金流量的方式 它不同于当时评估业务模式的预期 各位 最近美国有银行叫硅谷银行 我说了大家有没有印象 爆了 爆雷了 为啥爆的呢 各位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联储加息 硅谷银行 三年前 他吸收这些创业者的投资款 他也去进行投资 银行啊 要么把钱带出去 要么他也得去投资 结果他投资这个长期债券 都是三年的 投资长期债券 那个收益率不高 根据当时那个美国的利率 他的收益率是OK的 比如说举例子 当时美国利率是1.5% 他的收益率是1.8% 说啊 他0.3% 你要知道人资金规模大呀 对吧 他买的都是长期的 但是现在美联储 康康康 往上加息 都加上5%了 我如果是债券持有人 我如果是债券持 包括我现在就是存到 这个银行的 这个正常的储户 我当时买你这个银行的 这些产品 那个利率3% 2% 1% 我现在美联储 正常的存款利率 都达到5%了 我还搁这跟你买 得了 别买了 我赶紧把钱取出来 我去存钱吧 对吧 我存个定期不就完了吗 各位银行怕什么 银行怕挤兑 就集中去取钱 这是银行最怕的 不管你银行规模多么多么大 他最怕就这事儿 结果现在美联储加温息之后呢 所有的这些钱呢 就开始提 你看 你今天提点不重要 明天提点不重要 架不住 大家都去提 这一几对拖了 我跟你讲 什么银行受不了 所以硅谷银行就爆了 破产了 当然现在呢 确确实实 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因为 美国政府好像是给它兜底了 这个事儿呢 等我们都讲到 那个预期性损失的时候 我还会跟你说 等我们讲金融资产减值的时候 讲预期性损失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预期性损失 是因为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 而现在有很多人说 这个硅谷银行破产了 包括那个瑞士的瑞兴银行也不行了 被第一大银行给合并了 这个是不是要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不是一回事 当年的金融危机和现在这个银行的挤兑 破产 它不是一回事 等我们讲到预期性损失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去说 看你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 看你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 好 现在我原来说是一直拿着呗 结果呢 我发现这个企业不行了 这个破企业这个债券不行了 赶紧卖赶紧卖 我现在手里一共有5000万 这破企的债券 我赶紧卖 但是你想卖 你也未必能卖得出去 假设我现在卖了3000万 我手里还剩2000万的 好 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 你原来跟我说的是啥 说这个收本收息啊 对吧 你现在的操作是什么 你现在操作是把它给卖了呀 出售了呀 所以你会发现 这跟我当时评估它的业务模式 它的预期不一样了 各位 算不算差错 首先我告诉你 不算 它不属于 差错 你只要在评估业务模式的时候 考虑了相关信息 那这就不算差错 它也不改变你剩余这2000万债券的 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分类 不改变 但是咱们得有前车之鉴 你再去买债券的时候 你再去评估的时候 你得把这些因素果考虑到里边 好 这个例子大家听得懂 考点是什么 如果你当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收本收息 但中间你把它给卖了 你把它给卖了 跟你预期不一样了 请问这算差错吗 答案不算 把这事能听得懂就OK了 至于这一大大文字 你不用管它 我给你举的例子 这些故事 你能听得懂就OK了 需要说明是 同一个企业可能会采用多个业务模式 来管理金融资产 你比如说企业比较大 集团公司 还有各个子公司 它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而对于同一金融资产组合 集团和子公司 它的管理业务模式 通常是一致的 好 简单了解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说一说 这三个业务模式 第一个我们说叫收本收息 第二个既收本收息又出售 第三叫其他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先说第一个 咱们先说第一个 说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在这种业务模式下 企业在管理金融资产 它的核心是什么 比如说我买某公司的债券 五年 一共呢 这个债券花了5000万 然后年利率是4% 所以每年我会拿到200万的利息 因此我现在就实现你在合同当中跟我承诺的这些限制流量 那我就一直拿着呗 每年收200万利息 五年之后 把本金再还给我 所以这就是企业管理金融资产只在通过金融资产存续期内收取合同付款来实现现金流量 而不是出售 我不是为了出售产生 就是收本收息 尽管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但是企业无需 把这个债券一直拿到期 这跟我们原来金融资产 那个准则不一样 原来老早你得有叫持有制到期投资的 你得拿到期 中间你可不能卖 疯了呀 疯了呀 这就没明白一个事 你会计是啥 你会计是服于企业的 企业经济业务怎么发生 你会计要服人呀 你会计说我告诉你啊 这个债券你可不能卖 卖了就废了 为啥 我是收本收息的 你怎么能给我卖的呢 你疯了呀 人卖了卖了整的 卖了整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不是说他不能卖 但是你不能说 我评估下来是收本收息 然后过两天我卖点 过两天我卖点 我总卖 卖的金面还比较大 那不行 那说明你评估用模式评估错了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 如果我这个卖金额比较大 但偶然发生 无所谓 或者是我卖的比较频繁 但是金额比较小 5000万这串 我总共卖了100次 每次就卖一两万 那也没有多少钱吧 对吧 要么你偶然发生 即使金额重大 要么你频繁发生 价值又比较小 这种情况下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还是收取合同 限期流量为目标 说明白了吗 还有一种情况 我刚才说了 在这几年 五年对吧 假设到了第五年的中期 我还有半年就到期了 我现在已经把四年的利息 我全收到了 然后现在我把在这出售了 比如说我卖了5150万 其中5000万是本 100万是利息 还有50万是我赚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告诉我是否改变了 业务模式呢 也不改变 如果出售金融资产 在临近到期时 企业出售所得 接近于收取 剩余合同献金质量 那这个时候 你仍然评估 它的业务模式 是收本收息 明白了吧 仍然是收本收息 但是一共五年 第二年就把它给卖了 而且竞争又重大 那说明你当时评估 业务模式是不对的 OK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说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 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这啥意思 就我拿着呗 对吧 哎 拿着拿着收本 但我也不止它收息 收息啊 收息 我也不止它收本 五年期 甚至有的那个 这个在这儿时间 更长十年 我的疯啊 我一直等十年得了 那么过两年 这个行情好 我就把它给卖了呗 所以既收本收息 又出售 那么其实 它的本质是保证 收益的最大化 如果 我当时那个债券的利率 是5% 而现在利率是2.6% 你告诉我 这是我卖吗 我疯了呀 我再去拿这钱 买债券利率就2.6% 而我当时那个债券 利率都达到了5% 那我就继续拿着呗 那还有一种情况 现在债券利率都8%了 我还在这跟你死靠 我靠个6啊 对不对 我赶紧卖了卖了 买8%的呗 对不对 10年前 我看是不是10年前 8年前 8年前 我是辽宁省安山市的 安山市当地有商银行 它当年发行了一个理财产品 当年理财产品还是比较稳定的 年化收益率 6.3%不是6.8% 哎呀我天哪 真高 不是6.3就是6.8% 哎呀真高 二话没说 我把所有存款都买了 我管他事了 对吧 赚不赚 但那时候说白了也没有啥钱 就能用的现金 能不用的这些现金啊 能不用的现金都买了 现在6.8%你上哪去找去 根本就没有 各位我胆子其实挺大的 我在网上还买过理财 当时网上理财产品都8%了 但是我跟你说啊 就现在你看就不能干的事了 当时那是刚出来的 我就踩第一脚 第一脚买完之后赶紧撤出来 我可不留恋 我可不留恋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就保证利益最大化 不是P2P啊 不是P2P 就当时刚有的 好像那是百度的一个理财 度胶满 他8%过来 这么高 然后就 我懂你知道吧 我看他那个投资合同 写的是什么 他这个钱盖什么去用了 他这个钱盖什么去用了 我看差不多 对吧 差不多一年 弄 我就弄了10万块钱 8%也不错 对吧 这一年赚8000 是吧 也不错 好 各位 所以多学会计有帮助 来 第三 其他业务模式 其他业务模式呢 其实他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出售 你看他既不是收合同 限期流量 不是收本收息 也不是这个既收本收息又出售 那你告诉剩啥 剩出售呗 那为啥他不写出售呢 你看我刚才讲说 且听下文分解来了 为什么 各位 因为人太聪明 人太聪明了 你想象20年前 谁能想到 拿个手机就能听课 20年前 谁能想到 现在电视没有人看 20年之前 谁能想到 电视 他的这些综艺 干不过 这个爱幽腾 对吧 都不可想象 所以人的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因此 各位 我没有办法 现在就给你写个出售 我只能怎么办 我跟你讲这些老头老太太更聪明 我给你写个其他业务模式吧 以后你们再给我玩什么新花样的 你们再给我出什么新花招的 我就给你怼到其他业务模式 但就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其他业务模式 它的本质就是出售 它的本质就是出售 说明白了吗 各位说明白了吗 差不多了吧 好了 来来来 第一个叫什么 收本收息的叫什么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会说原文 你别给我写什么收本收息 你别写什么收本收息 第二叫什么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为业务模式 第三是其他业务模式 各位同学 要会说话了 前面你看我跟你讲 所有那些东西 我没有说让你会说话 对不对 因为考试 他考你文字表述说理由不是很多 一或是压根就没有 但这东西可得会说 这东西你可得会说 明白了吗 所以来 第一个叫什么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业务目标 业务模式 别跟我说收本收息 别跟我说收本收息 从现在开始我要堕炼你们 明白了吗 从现在开始我要堕炼你们 好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 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刚才讲的什么 业务模式 来 二百亿 翻 二百亿 你看债务工具投资 评估业务模式 上边还有个什么 是否合同现金流量为本金加利息 再往前翻 我们现在对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来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七 你看我们现在金融资产分类 它根据的是什么 第一 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刚才说过了 三个 对吧 三个 业务模式一 业务模式二 和其他业务模式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所以现在我要讲的是 二百亿那个图示的 SPPI测试 明白了吗 把这点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所以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先说说官方的定义 说什么叫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呢 是指金融工具合同约定的反映相关金融资产 经济特征的合同现金流量属性 是企业分类为以太余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合 以供应价值计量且习 变动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投资 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应当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这话说完之后 还是那句话都是中国字 放在一块就不知道啥意思 说白了 我们一直说合同现金流量收本收息 本息 收本收息 这里他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基本借贷安排 各位借贷安排是什么 借贷安排是什么 不就是你每年要给我利息 到期你要给我本金吗 我还是收本收息 但是各位 这个本金好理解 对不对 比如说五千万的本金 到时候你把五千万本金还给我就可以了 核心关键点是利息 核心关键点是利息 所以什么叫基本借贷安排 是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本金金额为基础 利息的支付 我可以很复识的告诉你 你读你都读不下来 你别说像我这背下来的 你读这句话你都读得别嘴 你看是不是 合同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 仅为本金金额为基础利息的支付 读你都费劲 来简称SPPI测试 啥意思 刚才其实我已经隐含的跟大家说了 隐含的跟大家说了 各位 你基本借贷安排不就是本金加利息吗 本金好理解吗 对不对 到时候你能不能把本给我呀 把本给我 把本给我 核心关键点是利息 你看啊 人家前面有俩字叫基本 借贷安排 啥叫基本 你不能 太高 其高 也不能太低 低到尘埃里 这也不行 所以核心点是 利息是否OK 利息是否OK 各位 你告诉我利息怎么算 利息怎么算 是本金乘利率啊 利息是不是本金乘利率 本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也是本 所以核心关键点是啥 利率 你发现了吧 核心关键点是利率 因此 我们这里的利息 它是个广义的 那么利息的产生 它的本质是利率 只要利率OK了 你就满足基本借贷安排 利率要是不OK 你就不满足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 利率 各位 要包括以下这四方面 来 举个例子 说假 买了已公司的借券 刮了5000万 年利率是6% 来 就这6% 它是否符合 基本借贷安排呢 你看它包括这四方面 它包括就满足 它不包括就不满足 第一个 如果这钱 我不买你已公司借券 我假设我就买国债 国债风险 无风险利率 怎么说 那个国债的风险是最低的 大不了国家印钱还给你 国家发行的债券 对吧 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是3% 你是6% 国债是3% 这3% 它解决的是什么 货币时间价值 对吧 你把钱存一行还有利息呢 所以它解决的是货币时间价值 第二个 我凭什么买你已公司的 我买国债好不好 你已公司为啥 为啥我敢买 因为你利率高 那利率高 高风险 高收益 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信用风险 我得给你补偿 所以补偿1% 除了信用风险 还有其他借贷风险 基本的借贷风险 我再给你补偿1% 因为我买了你这个公司的破债券 我可能要管理这个债券 对吧 管理就有成本 对吧 我如果拿着钱干别的事 可能还会有利润 所以成本和利润 也再补偿1% 你看3%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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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一块 正好是6% 好 那我就说 这是满足了基本借贷安排 问题是各位同学 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给你这些东西 他不会给 就给你个6% 那我怎么去判断呢 挺好了 挺好了 我们筑块会计这科目考试 他不是考你利润的 那是采管 那个破采管 他考你的东西 对吧 我块上不考你的东西 如果人家告诉你 这利润30% 你告诉我 这是满足基本借贷安排吗 你告诉我 他是否满足了基本借贷安排 他根本就不满足 为啥太高了 太高 高到高到天气去了 对吧 太高了 那你比如说利率是1%呢 这也太低了 对吧 他也不满足基本借贷安排 你连货币时间价值都没法补偿 对不对 一般考试时 他不会进攻你这个点 还有一种情况 各位同学 还有一种情况 来看好了 假买乙公司发行的借券5000万 这个利率呢 它是一个浮动的 啥意思 就不定 他就不定 乙公司拿着这5000万干什么 盖一个公寓 他把这个公寓出租 拿出租的收益 来偿还你的利息 那么就言外之意 如果我这个公寓出租 效益好 那我就给你10% 如果效益不好 我就给你3% 这是浮动的嘛 好了我就给你10% 不好我就给你3% 请问 这个是否满足基本借贷安排 满不满足 根本就不满足 对吧 他根本就不满足 你看你是浮动的呀 要么10% 要么3% 对吧 这里就太乱套了 所以他不满足基本借贷安排 请问 买乙公司这5000万的这些 能不能通过SPPI测试 通过不了 对不对 通过不了 你想想通过不了 咋办 直接第三类了 乙公寓价值 尽量变动 进当期 随意的金融资产了 好 还有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叫什么 结构性充款 大家知道 什么叫结构性充款 说白了 他结构性充款 他也是一种 他肯定不是充款了 他肯定不是充款 结构性充款 他不是充款 一般你看那个结构性充款 他都跟什么呢 比如说 你看那投资协议 他说要么是4.5%的利率 要么是2.3%的利率 他说为啥 怎么来的呢 他跟什么 挂钩 一般都是跟黄金挂钩 跟黄金的价格指数 黄金指数 根据这东西挂钩 有一个基准日 或者叫观察日 比如说 4月25号这一天 如果黄金 每按司的价格 在多少多少元以上 你的利率就是4.5% 如果在这个之下 你的利率就是2.3% 来你告诉我 他能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吗 也没法通过 明白了吗 他也没法通过 他通过不了 既然他通过不了 请问 根据我们刚才相识那一件 你回忆回忆这个姑娘 或者这个小伙 他就带片酸片 你想想 如果没法通过合同现金 流量测试 嘎 直接就是第三类了 对不对 他直接就是第三类了 好 那再比如说 我们前些年有什么理财产品 有什么理财产品 但是现在还有一说一 好像这个理财产品极少 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于理财产品 各位同学 你不要说他一定能 或者是不能 即使他不包文 你也别妄下结论 各位 你也别妄下结论 我们现在反正是理财都不包文了 各位给你说个专用名词 叫穿透测试 你看 你们财馆上 不是那个审计上 是不是有穿透测试 有没有 审计上有没有穿透测试 啥意思 穿透他的壳 来到他的底 那是穿行测试 我这叫穿透 就是你得看他的底 因为他拿着你的钱 他肯定也要投资 他投的是啥呢 你比如说 他这里投股票了 投国债了 银行的同业拆卸了 他还买别的公司基金了 就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看 以后我会跟你讲 只要你看到了股票两字 你记住 他就没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我在说一遍 只要你看到了股票这两个字 他就没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所以穿透一下 看看他底层资产是啥呢 他拿着我这些钱都干了啥呢 所以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举的所有的这些例子 无论是公益出租 结构性充满和理财产品 各位都不满足 对吧 比如说穿透测试 一看底层资产 说你买某公司股票 妥了 你无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各位同学 是不是有感觉了 有没有感觉 好 需要说明的是 企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这个LPR形成的机制决定 将确定该金融资产利息基础 调整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这个原来啊 我们最早最早是基准利率嘛 对吧 中国人民银行 它会公布一个基准利率 但是从19年的年底开始 应该12月28号左右吧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个 LPR利率 这个LPR是什么呢 它呀 定期 它会收集18家商业银行 有国有的 也有地方这个商业银行 它会报个价 去掉个最高的 去掉个最低的 剩下大家家庭平均 这个利率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基准利率 但它现在已经不是基准利率了 它叫市场报价利率 LPR 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 我这个英文不好 L 我先抄的是这个单词 是吧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P 它是这个单词 R R 它是这个单词 right 这个我认识 就是这几个意思 这个我跟你讲 这就是贷款 这个就贷款 这个是利率吧 市场 这个是利率 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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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它是什么 我也不会念 我念出来 你们对着笑话 我今天我还特意搜了一下 我今天还特意搜了一下 不管了 就是这东西 不管了 爱念啥 爱念啥念啥 就是LPR 就这个东西 各位 它是否满足基本借贷安排 除非存在其他导致不符合 本金加利息 合同现金流浪特征的因素 从贷款基准利率调为贷款市场报价率 本身不会导致它不符合基本借贷安排 明白了吗 说明白了吗 说清楚了吗 OK 来吧 这一张第一个例题出现了 这张第一个例题出现了 我们看看这例题 说蒋公司向义公司奢销商品一批 形成应收账款100万元 信用期三个月 各位 针对于应收账款 蒋公司说 就是持有该笔应收账款为目的到期收回吗 所以我评估它的业务模式 就是收本收息吗 那问题是 这100万应收账款 它是否满足了我们这里说的基本借贷安排 满足了基本借贷安排吗 满足 这是收本金和以未常付本金金额为基础利息的支付吗 没有同学说 老师这里也没有利息啊 这里哪有利息啊 各位 你看看 格局打开 我凭什么把这东西卖给你 还承诺你三个月可以付款 我都考虑好了 我都考虑好了 正常的东西卖99.5万 还有那0.5万是利息 所以加在一块是100万 只不过让你看的就是100万 他压根就没给我跟你说这事 人家都想好了 我这东西卖99.5万 然后你不是三个月吗 好我再加0.5万 所以加在一块是100万 因此这100万 那时候实质上是含利息的 那是含利息的 能说清楚吧 各位同学理解了吗 OK了 好了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可以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你管理他的业务模式收本收息 我也不用什么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去减少会计的挫配 请问他是啥 你想想咱们第一次见面 那姑娘是长头还是短头 那个小伙是带眼睛还是不带眼睛 想想那就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但是 我有一说一 是不是所有的应收账款 都是以太余成本计量的呢 也不一定 在我们现在22号准则 规范下的这些应收账款呢 哎呀 这孩子都变坏了 不像过去那么守规矩 是吧 应收账款就是太余成本计量 现在他都变坏了 他可能是以太余成本计量 也可能不是 可能是第二类 亦或是第三类 所以现在这孩子都变坏了 比如说咱来个坏孩子 来个坏孩子 说蒋斯对应收账款进行保理业务 啥叫保理呢 后边文写了 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 其应收账款为前提 及融资应收账款吹收 管理及会上担保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狭义了解 就是把应收账款给他卖了 狭义的理解 就是把应收账款给他卖了 好 我现在甲公司对应收账款 他的业务模式是保理了 保理是啥 就卖了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告诉我 他是收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吗 不是 他是既收合同 现金流量又出售 不是 他就是其他业务模式 他就是其他业务模式 出售嘛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告诉我 因为他是其他业务模式 请问 他还是第一类吗 是他与成本计量吗 不是吧 想想 那姑娘那天穿的是长袖还是短袖 那小伙子 开车来还是骑自行人来还是走来的 如果 你是为了出售 第一 你可以通过合同限金流量测试 第二 你是为了出售 如果你评估他的应模式出售 又是第三类 对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明白了吗 别给我写什么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千万不能写什么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看 13章也没用去想那么难吧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金融资产的分类 刚才说认识 接下来要熟悉 他又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又来了 来吧 这回翻到二百页 这回翻到二百页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诚意 又来了 好了 各位 我们接下来看金融资产分类 决策数 这是今天的第二遍 今天我会讲三遍 今天我会讲三遍 第二遍 第一遍是相识 第二遍是相知 第三遍是爱上 太好了 我跟你讲 你必须得回 那你必须得回 来 第一 衍生工具投资 如果是衍生工具投资 各位 他就是第三类 接下来 因为你要相知了 所以接下来我要解释 为什么衍生工具投资 他直接就是第三类呢 因为我们现在管理金融资产应用模式 一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二 管理金融资产应用模式 好 我就问你 如果 如果 我去评估 他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他是本金加利息吗 他是不是吧 我就问你 他是不是 不是的 你买个看涨期权花5000块钱 是不是像衍生工具投资吗 你未来行不行权 这5000块钱你都要不回来 你本都收不回来 你过来本何利息呢 你收溜啊 所以他压根就没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你看看刚才那个债务工具投资 没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 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就是第三类呀 怎么样 你看看 这不是相知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相知 来 权益工具投资 我再说一遍 这个权益工具是站在谁的角度 权益工具是站在谁的角度 一定是被投资方 他的角度 各位同学 很重要啊 我们说有金融工具 它是有合同的 金融工具合同的义务义方 它要么是权益工具 要么是金融负债 而我这边都是金融资产 我在分我金融资产的时候 我看谁 我看那个投资方 对不起 我看那个被投资方 就是合同义务义方 他把这项合同 根据条款式分类为权益了 还是分类为负债了 如果他分类为权益了 站在我的角度 我分金融资产 那就是权益工具投资 如果他分类负债了 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是债务工具投资 所以现在被投资单位 他分类为权益了 那我就是权益工具投资 说明白没 各位说清楚了吧 好 我先问你 你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吗 说是 就是第三类 对吧 你看他是不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说啥是交易目的 请听下文分解 咱一点点去猜 这不是相知吗 还没相爱呢 一会咱就相爱了 好 接下来说我不是 不是的话 我给你个权利 你指定 说指 指啥 指成第二类 以公允价值企量变动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说我不指定 就叫给脸不要脸 给我放到第三类 一会你看第三类就是个垃圾战 回收战 谁都不要 就都是他 是吧 给你权利 你指定 我不指定 不指定 就是第三类 所以你看 对于权利工具投资 要么是第二类 要么是第三类 它为什么不能是第一类 你看 咱慢慢相知的过程 哦 来 假花5000万买了以公司 10%的表据权股份 就买股票吧 我给你 比如说买了500万股 赞以公司有表据权股份的10% 我就问你个事 我们说 符合基本借贷安排 是啥来的 是本金加利息 对吧 是本金加利息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你家买股票保本啊 你本都保不了 你还给我两个利息 哪来利息 哪来利息 人承诺每年给你利息 给你现金鼓励了吗 有那个铁工具 10年不分现金鼓励 对吧 这个前三年是前四年的 有个女企业家 在董事会上就大骂 有一些上市公司 10年都不分现金鼓励了 你们还说大好 我这年年分 巴拉巴拉说一堆 这有那样的 对吧 10年你都不分 我就问你 你满足基本借贷安排吗 你满足基本借贷安排吗 压根你就不满足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我对于权益工具投资 上来 我有没有对他进行 SPPI测试 撤了吗 我压根就不撤 为啥 就你呀 一看就是一批明狼 玩过狼人杀的知道 一看你就是一批明狼 我压根就不需要了 说清楚了吧 好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债务工具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 一定是被投资单位 根据合同条款 把它分类为负债了 所以它是一项债务 债务工具投资 第一项干什么 各位 债务工具投资 第一项干什么 你先给我撤一撤 它是否满足 基本借贷安排 是否是以本金 以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 利息的支付 说点人话 能不能通过SPPI测试 这还不是人话 是不是收本收息的 并且利息符合要求 利息就是货币时间价值 信用风险 借贷风险 成本和利润的对价 这四项不用背 不用背 不用背 你能不能通过SPPI测试 说通过不了啊 为啥呢 超重了 超零了 身高不够 当不了兵 68了去当兵 人不要 对吧 那就直接就是第三类 你看谁都不要 就都是第三类 你发现了吧 谁都不要 就直接是第三类 OK 好 再往下 如果你能够通过 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一或者说 满足了基本借贷安排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 我要看一看你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那业务模式一 我这里写的是持有收取现金流量 如果我们学完了啊 我们学完了 那个业务模式一是什么 业务模式一是什么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专业表述得会呀 对吧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现金流量啊 第二个呢 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出售 第三个呢 叫其他 你不能写出售 只能写其他业务模式 说明白了吗 好 如果你评估下来 它是其他业务模式 直接就是第三 直接就是老三了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当期随意的机融资产 如果是前两项 我这里还有坎 你是否运用供应价值计量选择权去减少会计的错配呢 说是 那直接就是第三类了 说不是 好 这个时候经过了层层选拔 如果你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 那就以贪余成本计量的机融资产 如果是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出售呢 那是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 其他综合收益的机融资产 各位 是不是比第一遍有感觉了 第一遍是见面吗 第二遍是约会了吗 吃饭 是吧 逛街 看电影了 有感觉了 慢慢慢慢 是有感觉了 对不对 一会儿呢 咱还有第三 还有第三次 第三次出来之后 你要爱上他 是吧 第三次你要爱上他 行了 又一个小时了 咱先别爱了 是吧 休息十分钟左右 回来之后 我再带着你继续爱 休息吧 我再带着你继续爱